近50年,北美鸟类减少三成 全球野生动物减少三分之二 曾存过过的10亿到40亿种动植物和菌类 现在仅存2000万种 面对这一组数据,我们再也无法逃避 一些著名科学家已经发出警告 地球上已进入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而且,它最终将危及人类自身 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保护科学前沿》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中 研究人员引用150多项科学研究得出结论 当前人类已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道路上 大家好,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灭绝是一种自然现象 不同层次的生物灭绝事件发生过无数次 但波及全球的生物大灭绝 史上只发生过五次 第一次生物大灭绝 学术界称作奥陶寂寞生物大灭绝 发生在4.4亿年前 冰川时期卷土重来 全球气候变冷 这次持续了200年的大灭绝 几乎抹杀了一切 85%的物种消失殆尽 第二次大灭绝 发生在3.75亿年前 宛尼盆是生物大灭绝 同样由于冰川的回归 灭绝的科占当时科总数的30% 海洋生物尤其遭到重创 80%到90%的海洋物种灭绝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2000万年 当时的深海珊瑚部分灭绝 浅海珊瑚则几乎全部灭绝 朱节石更是彻底灭绝 浮游植物的灭绝率也达到90%以上 第三次大灭绝 发生在距今2.52亿年前 二叠季末生物大灭绝 导火线是西伯利亚全境火山的爆发 这是地球古生物史上 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世界 总共约57%的科 83%的鼠 大约96%的海洋生物的种 和约70%的陆地生物灭绝 生态交生态系统全面崩溃 二叠季 最有代表性的四族类陆生脊椎动物中 63%的科迅速灭绝 第四次大灭绝发生在距今2.08亿年前 是大陆裂开或岩石坠落 引起的三叠季 晚期生物大灭绝 虽然该次大灭绝造成的影响相对较轻微 是五次大灭绝中最弱的 历时才不到一万年 但也有三分之一的科灭绝 时间急速推进 对于第五次大灭绝 我们则相对熟悉了一些 白俄纪末生物大灭绝 发生在距今6650万年前 它标志着终生态的结束 26%左右的科超过半数的鼠 75%左右的肿消失 称霸意识的恐龙 也正是在这次灭绝中 永远地成为了过去式 每次全球性的生物灭绝事件后 既伴随着消亡 也伴随着物种的复苏和新生 第五次生物大灭绝后 一些小型的陆生动物 如哺乳动物 从灰烬中勉强熬过来 在极端酷热下 七星先是变小 然后一路变大 陆生脊椎动物 再次回归大繁荣 然而工业革命以后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 从1600年到1800年 地球上的鸟类和兽类物种 灭绝了25种 从1800年到1950年 则灭绝了78种 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 冰岛大海雀 北美旅哥 南非斑驴 澳洲带狼 直立猕猴 高鼻羚羊 普世野马 以及嘟嘟鸟等物种 都已经不复存在 2020年9月20日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 两年一度的 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 报告显示 地球生命力指数 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 平均下降了一半 全球鱼类 鸟类 哺乳动物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 平均下降了68% 而如果地球人口减少60% 相当于把美洲 非洲 欧洲 中国和大洋洲的人都清空 报告中那一条 不断下降的地球生命力指数曲线 在冷冰冰地告诉着我们 地球这个孤独的星球 正面临着灾难般的未来 仅在2020年就有65种北美植物 22种蛙类 15%的满类 17种菲律宾 年来老岛拉诺湖的淡水鱼 被列入灭绝物种 或极度宾威物种的红色名单中 光滑手鱼也被列入名单 手鱼是一种不寻常的物种 它的前翅看起来很像人类的手臂 可以用来在海底行走 而这种灭绝的光滑手鱼 生活在塔斯玛尼亚海岸附近 1802年 它第一次被科学家发泄 那时它在当地 还是丰富程度很高的常见鱼类 然而在经历了海底捕捞 污染 栖息地破坏等威胁后 它们被列为极度宾威物种 尽管当地的鱼业 在50多年前就已经停产 但依旧 没能缓解光滑手鱼的生存危机 其他种类的手鱼 也仍然处于极度宾威状态 这是2020年为数不多 受到媒体关注的灭绝物种之一 而更多的 则是无声无息的 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最后一次 于2001年 在墨西哥瓦哈卡被发现 今年终于被宣布 野外灭绝的 李美龙舌兰 最后一次 出现在1929年的 塞纳盖勒解食硬草 只在1939年 成功采集到过一次的 古巴棕榈树 星状王宗 自1851年以来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 赵瓦岛大型鱼 大盐铠甲公贝鱼 第二次出现在红色名单上的 真沙鼠 施落沙等等 与前五次生物大灭绝相比 在第六次大灭绝中 自然现象的原因 褪居后卫 人类成了一个又一个 物种灭绝的导火线 首先是气候变化 据世界气象组织 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5到2019年 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热的五年 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极端天气增多 等情况不断出现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 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经这一系列的气候因素 就能够让超过20%的野生动物 在21世纪末 面临灭绝风险 南极企鹅 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2020年2月份 南极的气温 历史性的突破了20摄氏度 50年前 南极企鹅种群数量 上有10万对 而如今 不足5万对 约60%的南极企鹅 随着南极气候变暖 与冰川一起消失了 其次是土地 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 土地资源的占用 直接导致物种栖息地的减少 使很多动植物 无家可归 如今地球上85%的湿地消失 大量的原始生态系统 转化为农业系统 过度的海洋捕捞 使得海洋资源日渐枯竭节 报告指出 以农业生产而砍伐森林 是导致野生动物种群 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捕猎对物种灭绝而言 是狙击枪 那么森林砍伐 就是大炮 再次是食物浪费 当前全球范围内 人类浪费的粮食中 有超过30% 丢失于运输中 每年损失的数字约为14余吨 而生产这么多被浪费的粮食 所需的温室气体 占到了每年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 是每年全球航空业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倍还多 很多人也许诧异 食物的浪费 会对自然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事实上 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 就是肉类生产 比如 反除动物牛羊 在消化过程中 产生的甲烷 以及放牧 对耕地 进而对生物栖息地的占用 食物浪费导致了无意义的资源浪费 进而导致了难以想象的物种灭绝 当前地球上 动物的灭绝速度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 比公元2000年前 要快上1000倍左右 如果将正常生物灭绝的速度 比作轻微的沙沙声 那么现在 就无异于一声惊雷 有人也许疑惑 生物多样性 有那么重要吗 生物多样性对于我们人类而言 真的如此不容忽视吗 首先 生物遗传多样性 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大量的基因资源 正因此我们的祖先 才能从数百万年前的古源 慢慢演化成直立人 最终变成现在的我们 其次 生物多样性 在大气成分 地球表面温度 以及PH值等方面的调控 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 生物多样性还在保持土壤肥力 保证水质 以及调节气候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大气 土地 土壤水源 气候等等 这也都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 2020年 对人类而言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公元纪念 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提醒 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突袭非洲的数亿只蝗虫 连续五个月的澳洲大火 当人类破坏了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时 其实也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支持系统 人与自然是一体的 人与野生动物种群也是紧密相连的 一旦我们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最终的生态风险和严重后果 也必将由人类自己承担 除了哭泣 我们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应该思考如何扭转局面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问50 如果你喜欢动物 想和熊探长一起保护动物 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 你的关注将会是对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帮助